正义竞技德国公开赛之后,今年第二度杀尽女单八强。 资料照,驱自国际桌总官网记者许明里综合报道, 世界排名第八的台湾一届正义竞, 今天在日本桌球公开赛女单首轮, 先以4比1解决新加坡好手林叶, 次轮再以4比1竞取世界排名14的地主萧球名将佐藤彤, 继德国公开赛之后,今年第二度杀尽女单八强, 请继续往下阅读,正义竞八强战将迎战地主名将伊藤美成, 和南韩萧球美女徐校园之一的盛方, 另一台湾女将陈思宇首轮以4比1收拾挪威女将马文廷, 但次轮遭遇前世界球后刘诗文, 以1比4落败,吞下对战三连败, 无缘八强,世界排名15的台湾一哥庄志渊, 同样一日两胜, 首轮先以直落四横扫西班牙罗伯斯, 次轮再以4比2逆转击败世界排名12的法国第一高手高齐, 率先搭上八强列车, 卸下个人今年公开赛最佳战绩, 庄志渊明天八强将遭遇南韩高手里上驻和调阵亭之战的赢家, 世界排名46的调阵亭首轮以4比2后来居上, 力退世界排名27的地主好手吉田雅己, 挺进16强, 从会外赛紧急的江洪杰, 首轮则以0比4不敌李约奥运金牌马龙, 庄志渊搭上八强列车, 卸下个人今年公开赛最佳战绩, 资料找, 驱自国际桌总官网,